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本世纪最大的人权迫害 事实上,20年来,人类社会最大的人权迫害 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也是对真善人这一朴实价值的迫害 中共持巨资掩盖和维持对法轮功的镇压 并以经济利益为要挟,对全球政要和企业风口 不但在中国大陆,就连在海外 在美国,许多政要、金融大佬、科技和商业精英 一直不敢承认真善人这一朴实价值 只因为这是中共执意要打压到底的 他们想通过与中共联姻获取天文数字的利益 因此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共沆瀣一气 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和反迫害 1999年6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指定了迫害法轮功政策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他动用全国的媒体、党系统、军队、医療、教育、企业、公安、劳教所、监狱等等 妄图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他们还建立了全国性的新商业 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力 打造大批的移植器官名人、名医院、移植大国为诱儿 把本应保护民众的远警、军人变成杀人魔鬼 把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变成杀人魔鬼 中共用了很多手段 让中国人沉浸在游戏、追金、色情、享乐中 尽量让人们忘记法轮功、忘记真善忍 二十多年来,法轮功屹立不倒 靠的是真善忍、道德力量 中共想打倒谁,谁就会被打倒 但是迫害法轮功这件事 中共从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明慧网1999年的文章就宣布了这一点 支撑和造就法轮功学员和大法弟子的 是宇宙特性、真善忍 是真善忍的巨大道德力量 明慧网从1999年到现在 每天发布第一手法轮功学员的受迫害资讯 修炼心得交流等等 就是法轮功在迫害中屹立不倒的一个有利名政 不但锤炼了法轮功弟子 也成为了测试全人类道德底线的过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如果在道德底线上千疮百孔 与中共保持千丝万缕的合作 肯定是不可能繁荣昌盛的 不可能得到神的庇佑 中共庇王是天意 如果你不愿意被中共裹挟到坟墓中去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选择权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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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